今年缺蛋严重 为了补足民生缺口 农业部今年三月执行进口鸡蛋计划 到今年七月为止 进口鸡蛋超过1.4亿颗 一蛋大约192公顿 政府补贴进口蛋的价差5.69亿元 如果不算一蛋 平均每颗进口蛋补贴3.9元 包括中央续产会台农发都有拿到补贴 被时代力量立委秋显至质疑 这笔预算来自农业发展基金 但这笔基金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中南部的农民 如果遇到天灾可以补助 并非进口蛋 他痛批不是替农民蒙福利 更不是为了农业发展 认为农业部只是持续大撒钱 采买进口农产品 制造民生稳定的假象 面对质疑农业部回应 因应民生需求紧急开放进口 但贸易商采购的费用不一 还有三成关税运费等等费用 总补贴金额还在合理范围 专案进口鸡蛋持续到明年六月底 贸易商跟国外的业者签了长期合约 采购竞价都还有调降的空间 所以政府的补贴也可能下降